继续朗读这个 善养人类 昨天就 读到了这个华堂 竟然杀死了 此歌 那一段真的是 有震惊到我呀 他脚下的 垃圾软软的 还有一股温热 他仿佛 塌在 一只巨兽 一只巨兽的身上 当巨目标四五米时 华堂抽出了 握枪的手 这时一阵蓝光 从东方射过来 歌歌飞船 已绕地球一周 又转到了 南半球 仍发着光 这突然升起的 蓝太阳同时 吸引了 两人的目光 他们都盯着蓝太阳 看了一会儿 一会儿 然后互相看了 对方一眼 当两人的目光 相遇时 华堂发生了一名 职业杀手 绝对不会发生的事 手中的枪 差点滑落了 震撼令他一时 感觉不到 手中枪的存在 他几乎失声 叫出 果尔 但华堂知道 他不是果尔 十四年前 果尔就在 他面前 痛苦地死去 但果尔在他心中 一直活着 一直在成长 他常在梦中 见到已经 已经长成 大姑娘的果尔 就是眼前他这样 此刻早年 一直在做着 他永远不会 对后人提起的买卖 他从人犯 只手中 买下一批 残疾儿童 将他们放到 城市中去乞讨 那时人们的同情心 还没有疲劳 这些孩子 收益 颇丰 此刻就是 借此完成了 自己的原始积累 一次 华唐跟着 此刻去一个人贩子那里 接收新的一批残疾孩子 到那个旧仓库中 看到有五个孩子 其中的四个是 先天性畸形 但另一个小女孩 却是完全正常的 那女孩就是果尔 她当时六岁 长得很可爱 大眼睛水灵灵的 同旁边的畸形而形成鲜明对比 她当时就用这双后来滑糖 一想起来就心碎的大眼睛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全然不知 等待着自己的事 怎样的命运 这些就是了 人贩子 直指那四个畸形而说 不是说好五个吗 此刻问 车厢里门 有一个在路上玩了 那这个呢 此刻直指果 这不是卖给你的 我要了 就按这些的价儿 此刻用一种 不容商量的语气说 可 他好端端的 你怎么 你怎么 拿他挣钱 死心眼 加工一下不就得了 此刻说着 解下腰间的例句 朝过滑嫩的小腿上 滑了一下 滑出了一道 贯穿小腿的 长口子 血在果儿的 惨叫声中 涌了出来 给他果果 止住血 但别上消炎药 要烂开才好 此刻对华唐说 华唐于是给果儿 包扎伤口 血浸透了好几层纱布 直流的果儿脸色 惨白 华唐背着 此刻还是给果儿吃了些 利菌 沙和 抗菌 幽之类的消炎药 但是没有用 果儿的伤口 还是发炎了 两天以后 此刻就打发果儿 上街 乞讨 果儿 可爱而虚弱的小样 他的伤腿都立刻 产生了超出此刻预期的效果 头一天就挣了三千多块 以后的一个星期里 果儿挣的钱 每天都不少于两千块 最多的一次 一对外国夫妇一下子就给了四百美元 弹国每天得到的只是一盒发收的盒饭 这倒也不全是由于此刻吝啬 他要的就是孩子 挨饿的样子 华腾只能在暗中给他些吃的 一天傍晚 他上国乞讨的地方 去接他回去 小女孩 傅在她的耳边悄悄地说 哥儿 我的腿不疼了呢 一副高兴的样子 在华腾的记忆中 这是他除母亲 惨死 外唯一的一次流泪 我的腿是不疼了 那是因为神经都已经坏死 整条腿都发黑了 他已经发了两天的高烧 华腾再也不顾此刻的禁令 华腾再也不顾此刻的禁令 抱着国区的医院 医生说已经晚了孩子的血液中毒 第二天深夜 裹在高烧中去了 从此以后 华腾的血变冷了 而且像老客说的那样 再也没有温起来 杀人成了他的一项嗜好 比吸毒更上瘾 他如果终于打碎那一个叫做人的精致器皿 看着他们成装的红色液体流出来 冷却到与环境相同的温度 这才是他们的真相 以前那些红色液体里的热度都是伪装 完全是下意识的 华腾以最高的分辨率 这真切的记下了国小腿上那道长伤口的形状 长伤口的形状 后来在此刻腹部划出的那一道 就是他准确的拷贝 石荒女站起来 站起身 被起那个对他显得很大的编制袋 慢慢走去 他显然并非因滑堂道来而走 他没注意到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也不会想到这个穿着体面的人的到来 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该走了 各个飞船在西天落下 华腾一动不动的站在垃圾中 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短暂的蓝色黄昏里 华腾把枪插回枪套 拿出手机拨通了朱汉阳的电话 我想见你们有事要问 明天九点老地方 朱汉阳简洁的回答 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走进总统大厅 华腾发现社会财富业异化委员会的13个常委都在 他们将严肃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 请提你的问题 朱汉阳说 为什么要杀这三个人 华腾问 你违反了自己行业的职业道德 朱汉阳用一个精致的雪茄剪切开一根雪茄的头部 不动声色的说是的 我会让自己付出代价的 但必须清楚原因否则这专业务无法进行 朱汉阳用一根长火柴 转着圈点着雪茄 慢慢缓缓的点点头 现在我不得不认为你只针对有产阶级的业务 这样看来你并不是一个真 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杀手 只是一名进行狭隘阶级报复的凶手 一名警方正在全力搜捕的三年内杀了40一个人的杀人狂 你的职业声望将从此一泄千里 你现在就可以报警华腾平静的说 好先停吧 明天再继续